市长谢国良率领支持的国民党五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进行表决 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压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军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这也是新一届第20届基隆市议会开议以来进行的第一次表决 也展现市长谢国良护卫预算的强烈决心 由于基隆市政府官销处编列2300万元预算 委外办理在国门广场及海洋广场一带设置大型油气设施及装置艺术和艺文表演活动 在基隆市议会引发议员们正反不同的意见热烈讨论 特别是议员们都非常关心市长谢国良到底要在这里设置什么样的摩天轮呢 不过几乎所有的议员们发言过一轮之后 市长达讯师表示目前没有决定要设置摩天轮还是任何设施 都还需要再评估 包括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地标 其实在国门广场设置一个邮剧 搭配一些展览 还有一些艺文表演活动 应该是一个很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邮剧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到底是说所谓的摩天轮还是旋转木马 还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待这个专业提出各项的一个评估 那我也很感谢议员给我们很多指导说 这个2300万是不够的 其实要做长期性的邮剧来说 的确是不够 这下子反对的市议员更不能接受 表示没有具体的内容和营运计划 要求删除全部预算 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建制 我觉得这2300万 它是长久的建设 反而会是我们地方民众 甚至是基隆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市民 甚至儿童的市民 更加殷庆期盼的一件事情 然而你这2300万 就在这三个月 四个月烧完了 而且这烧完了之后 真的对于我们基隆的儿童来讲 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 从你的这个说法里面 完全没有觉得 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我相信市长应该有接触也认识 但是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持续在要求是说 移动式邮局暗藏危机 所以他不管是针对法规面 针对安全面 针对市府的立场上面 都要多加评估 不然一旦业者租了 花钱来了 最后造成危险之后 谁要负担 后面市政府了不起就国赔 但重点是孩童受伤之后 这个风险没有人可以评估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这个2300万预算 到底要做什么 跟他有没有进行过 前期的任何评估跟规划 不然他设在哪边 他都是增加风险而已 他不一定真的 可以带动观光跟发展 但是支持的市议员认为 还是要让新任的 谢国良市长试试看 市长也讲那么多的 只是说上任了 一个首长 他想做的 我们刚才 所有支持的部分党派 集齐由市长做看看 因为这是新增了 我当初第一次发言的时候 有讲 做得不好 我们下边 甚至要编议算的时候 附上执行成效 在讨论之后 114年的议算 与其说我们现在纠结于说 到底是该什么样去做 倒不如说我们回到最基本点 在都市发展里面的首案开发 它的原貌到底是什么 原貌永远在一个关键点 就是人潮 如何有计划的把人潮往里面走 如何在短时间之内 把我们的旅客 把我们的游客 把所有来基隆的人 甚至在基隆本地的人 愿意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清水空间里面 来好好活动 我认为是我们都市发展中 很重要一块 而我认为海景乐园这个计划 是符合这样的发展的 当然我们在地的这些产业 要去推动 但是我们城市基隆的品牌 是什么 我们要一个logo要出来 所以这海景这个咖啡厅 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 我们才是 这个财者比才发到 这个市市预算而已 所以拜托大家支持 由于僵持不下 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委一度先提出 删除300万元预算的建议 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 能不能接受 不过这项提议 并没有获得双方议员们的支持 因此中场休息 五分钟协商时 市长谢国良 更是直接走入议场内 挥手指示支持的议员们 不能被删除一块钱 要表决就表决 因此恢复开议后 议长同志委宣布 直接举手表决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 率领支持的国民党 五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 以17票对10票 强势碾压反对这笔预算的 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军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我们赞成的现场议员17位 反对的10位 所以我们预算全数通过 但是我们有附带决议两点 就是市府要在3月临时会 提出我们营运计划 然后也请市府以相关规定设施 设置游乐设施以保障民众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那一段時間